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作为很多同学来说 还没有参加过意见考试 对意见考试的各项规定也是一片迷茫 因此整个备考指导课主要是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给大家答疑解惑 第一个要解决的是 考试政策 不要说参加剑导师考试 连什么是剑导师你都不知道 第二个要解决的是 本门课程的总理情况 尤其是我们第一年参加考试的学员 到底我们一级剑导师考的什么内容 考的什么题型 心里没理 所以马老师要给大家唠叨一下心里有理 第三个要解决的是 教材体系和重点考点的处理 我觉得这部分支点很重要 我们后面再讲基础直播课 经济强化课程的时候 都会以重点考点作为讲课的核心 所以我希望大家在天岛学课程的时候 要提前地把重点考点在我们讲义上备注下 对我们后面的学习会起到非常重要的指导作用 第四个是大家比较关心的 基点时候科目的学习方法 好的学习方法可以达到试棒功倍的效果 最后一个我们来看一下 学龄教育的课程体系 相信经过相关的学习 大家一定可以通过考试 拿到梦美球的证书 实现自己的职业理想 好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板块 考试政策 第一个 建造师的行业毕竟 这个地方有个图片 这个图片非常有趣 我们在施工现场的学员来说 很多学员看到过吧 这是个建筑工地 这地方有个坑 你在坑里面工作 上面围观的人很多 那么都有哪些人员 比如说 施工员 质量主管 安全主任 技术总工 项目经理等等 那么这些人为什么可以在上面工作 你需要在下面工作 最主要的原因在于 项目经理具备建造师的证书 简单的说 它是有证书的 你是没有证书的 那什么是建造师 建造师起源于1834年的英国 那么它的历史非常悠久 正因为它的历史悠久 从未定点了建造师 它是一种放置四海而节准的制度 放大国家都有这个制度 并且已经全令出自己的特色 那咱们中国的建造师 结合中国的特色 得出这样的定义 建造师是指从事建设工程项目总承包 和施工管理关键岗位的职业组成人员 它是指懂管理 懂技术 懂经济 懂法规 总和数字较高的总和线人员 我们有一级建造师 二级建造师 听这个课的学员是打算考一级建造师 实际上我们有四个专业 一个科目叫做管理 我们要懂管理 一个科目是经济 我们要懂经济 一个科目叫法规 我们要懂法规 还有一个科目叫做专业实务课 当然了 对吧 我们实务课又成为专业课 实务课里面 技术作为整个专业技术的核心 或者说整个建造师的依托 我们实务课里面 除了技术部分之外 那么还包含管理与经济法规的相关质点 所以我们把实务课称为极大成者 我们把实务课称为极大成者 所以建造师是属于总和数字较高的总和线人员 咱们做的建造师管理办法规定了 对于在施工现场 必须持人的人员 由原来的项目负责人 现在扩大为施工单位的技术负责人 原来的项目负责人 以及项目的技术负责人 也就是说 我们施工单位的技术总工 项目经理 项目的技术总工 都必须具备建造师的证书 才能进行职业 执政上岗由原来的大中型建设工程项目 现在去除了大中型 也就是所有的项目都需要有 做的建造师的职业 那么也就是说 我们上面这些人员 你如果要从事建造工程项目 都必须具备建造师的证书 这给来我们什么现象 说明整个行情 整个市场正在扩大 所以我们要尽早通过考试 咱们一级建造师总共有十个专业 其中建筑工程 积电工程 市政工业工程 这三个专业我们把它称为明星专业 所谓的明星专业就是考的学员最多 那么比如说我们的港口与航道 铁路工程 那这些专业的话 考的学员就比较少了 因为它们主要是用于我们什么 用于我们的国有企业 那么为什么这三个专业考的学员最多 主要是从行业的本质上来看 你比如说我们建筑工程是干嘛的 建筑工程是盖房子的 搞土建的 我们国家这几年房价一直要暴涨 盖房子的学员最多 那么市政工程是干嘛的 我们的这个桥梁 公路 隧道 就需要用到市政工业工程 那么积电工程又是干嘛的 比如说我们办公大楼盖好之后 办公大楼里面需要用到照明灯具 需要用到通风空调 需要用到电梯吧 就需要有积电工程 这个是从行业的本质上来看 从考试难度上来看 在一般年考试之前 考试难度最低的是建筑工程 那排名第二的是积电工程 考试难度最大的是市政工业工程 那么当然了 它的价格也是最高的 刚才我们说了 在一般年考试之前是这样的 从一般年考试开始 积电工程的难度有所加大 那么现在来说 积电工程跟市政工业工程 这两个难度来说是差不多的 那有学员说 马老师 既然是难度差不多 那我还不如直接去考市政工业工程 虽然说我们难度上差不多了 只不过这个价格也是差不多的 所以你们选择考积电工程是非常正确的 那么积电工程主要是讲什么 我们有两部分 一个是工业积电 一个是建筑积电 工业积电 它跟我们产房是有关系的 平时我们在生活中很少见到 所以我们在学习的时候需要理解 接下来我们通过图片来看一下 工业积电部分 这个是我们厂房里面的广道 我们把它称为工业广道 那么广道里面走的是液体 我们需要车辆压力吧 我们需要安装压力表 我们把它称为自动化仪表 这个是塔器 这个是塔器 那么塔器在工作的时候是不动的 我们把它称为静置设备 那么如果说塔器里面装的是 温度是比较高的时候 那这个时候你用手机碰的话会烫伤吧 所以的话我们在塔器在外面需要做绝的工程 是隔绝内部温度外部温度的 那么塔器路在外面风吹雨打容易秀实 所以我们在外面需要做防腐式工程 防止这个塔器发生秀实 还包括机械设备 这个机械设备又称为动设备 又称为动设备 在工作的时候 所有的动设备在工作的时候需要运动吗 我们工程里面的动设备包括什么 水泵 风机 压缩机这些 还包括我们的发电设备 一般来说我们有三大发电 分别是火力发电 风力发电 以及光伏发电 分为这三大发电 我们国家是以煤炭蓝沙为主 主要是讲火力发电 那么火力发电呢 我们有两大系统 一个是什么 一个是气轮机系统 一个是发电机 分为这两大系统 那么我们办公大楼里面需要用到电吧 这个电从什么地方来 那有些人说 马老师 这个电的话是从发电厂里面发出来的 我们通过火力发电 风力发电 光发电 发好电 那么发好电之后呢 能不能直接通过高压数电线路 送到工厂里面使用 一般来说 我们这个发电厂 是在郊区 在很远的地方 你如果直接通过高压数电线路传输 它是有能量损耗的 可能这个电 没有送到工厂里面 已经漏光了 所以怎么办 我们发好电之后 需要通过升压变压器升压 升到几千伏之后 再通过高压数电线路传输 降压变压器降压 送到工厂里面使用 需要有工业电器 工业电器主要是讲 两部分 一个是什么 一个是我们的变压器 一个是变压器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 高压数电线路 高压数电线路 主要是分为这两部分 这整个就是我们的工业积电部分 我们还有建筑积电 这个建筑积电 跟我们生活是息息相关的 主要是讲办公道楼 比如说这个是我们商场的地下填测库 我们在地下填测库里面需要用了照片灯具吧 否则的话一片漆黑的 需要有建筑电器 我们办公道楼在工作的时候需要喝水吧 需要有建筑管道 还包括建筑正能化 举个例子 我们在这个车库路口的正上方 是不是有个指示牌啊 上面告诉你 总共有几个车位 还空了几个车位 那我们在这个每一个这个车位的正上方呢 有个指示灯 如果说显示的是绿灯 我们可以停车 等我们把车子停进去之后 绿灯会变红灯 同时外面的指示牌上 显示少了一个车位 需要有建筑正能化 那么对于办公道楼来说 最担心什么 最担心发生火灾吧 尤其是超高的建筑 需要有消防工程 红色的这个是消防水管 对吧 这个是我们的 消防水管 好 那么我们一般来说 我们采用的是 四次系统 四次系统用的最多了 那么里面走的是消防水 里面走的是水 安装的喷头呢 是避设喷头 我们四次系统采用的是避设喷头 那么在发生火灾之后呢 阴气的温度会升高 升高到一定温度的时候 避设喷头会爆裂 爆裂之后 里面的水会出来进行灭火 保证设备跟人员的安全 需要有消防工程 好了 那么我们这个 这个方形的这个风管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风管 方形的这个东西是风管 我们在地下停车库 台头相当看的就是风管 风管根据形状不同 我们分为 均形的风管 分为圆形的风管 以及 椭圆形的风管 分为这几种 像这种 均形的风管用的最多了 风在风管里面走 我们办公到了 夏天跟冬天要开空调 需要有通风空调 还需要有电梯工程 举个例子 比如说我们在地下停车库 把车子停好之后 需要到上面去购物吧 去商场里面买东西 需要做电梯 需要有电梯工程 那这整个就是我们的 建筑机电部分 所以机电安装工程 是一个整体 分为工业机电 跟建筑机电 这两部分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证书的价值 你如果说在施工单位上班 在同等条件下 在考取建筑机电 证书之后 首先我们可以获得 升职加薪的机会 那么它是担任 项目经理的前提条件 那么另外的话 我们正求意见稿中规定了 施工单位的技术负责人 项目负责人 和项目的技术负责人 你如果说 需要在施工单位上班 必须取得建筑机电 证书 前面我们讲过了 这个是对我们行业内的人员来说的 那如果说是行业外的人员 那么如果说 你在考取建筑机电 证书之后 我们可以把建筑机电 证书放在施工单位 这个时候 我们可以获得证书的使用费 这个是相当可观的 那么最重要的一点就是 最重要的就是 我们可以重新进行职业规划 这个是我们证书的价值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报告条件 这个地方要注意了 咱们一级尼导师的报告条件 全国是通用的 注意啊 我们全国任何省份都是适用的 主要是从三个维路来看 一个是 专业 一个是学历 还有一个是年限 好了 这个年限我们分为两个年限 一个是 工作年限 还有一个是 从事施工管理工作的年限 那么从事施工管理工作的年限呢 这个我们可以不用看 主要是看前面这三个 那首先从学历上来看 具备大专 及以上的学历才能进行报考 那从专业上来看呢 需要具备工程类 或者工程经济类的专业 你如果说是工程类 或者工程经济类的专业 如果是大学专科的学历 我们需要工作满六年 才能进行报考 这个地方要注意啊 我们这个三个条件 需要同时满足 才能进行报考 那如果说 你是本科的学历 这个时候呢 工作年限可以 要求第一点 四年就可以了 那如果说你是双学士 或者说 研究上班毕业的时候啊 工作满三年就可以了 那你如果说 那你如果说是研究生 那么研究生 硕士学位毕业的时候啊 我们 工作年限满两年就可以 那么或者说 我们取得 博士学位的时候 那么这个时候要求更低了 工作满一年就可以进行报考 我们可以发现啊 我们这个地方 学历 是吧 学历越高 工作年限要求 是不是越低啊 这个地方 实际上我们只需要看 工作年限 你如果说工作年限满足了 从事事工管理工作的年限 是不是肯定满足吧 对吧 所以的话 我们只需要看前面这三个就可以了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什么专业可以报考 那么对于我们工程类的专业来说 比如说 铺木工程 建筑学 电子信息科学技术 电子信息工程 机械设计 制造 即自动化 电子工程 即自动化 等等 这些专业 可以进行报考 另外的话 还有一些相见的专业 可以报考 比如说 航海技术 轮机工程 交通运输 工程力学 原理等等 也是可以报考的 那么我们 除了本专业 跟相见专业之外 还有一些其他的专业 也是可以报考的 那么具体里 是否具备报考的条件 我个人建议大家 可以拨打一下 当地的人事考试中心 咨询电话 来咨询一下 看看是否具备报考的条件 好了 那么接下来 我们来看第二个 本门课程的总理情况 来看第二个板块 先来看考试的提醒 咱们一级经济师 总共有四个专业 第一天早上 考察建筑工程经济 经济是打头证的 我们要取得开门红 它的总分是100分 那第一天下午 考察的是 建设工程法规 及相关知识 总分是130分 那么第二天早上呢 考察的是 建设工程项目管理 总分是130分 注意 我们经济法规管理 这三门课 我们把它称为公共课 公共课分为三门 那么我们第二天的下午 两点到六点 这四个小时 考察的是 机电工程管理书 当然了 师傅课又成为专业课 我们有三个公务课 一个专业课 他的考试时间是 四个小时 时间非常久 我们很多学员考后 跟我们反馈 他说 马老师 考到后面肚子都饿了 都没力气写字了 所以在这里 马老师提醒大家 我们在考试之前 要多备点干粮 那么从考试题型上来看 经济法规管理 考材的都是选择题 这给了我们什么信息啊 考试的时候做不出来 可以去猜 可以去梦吧 所以平时我们在看出的时候 你不需要完全掌握指点 你只需要通路教材 考试的时候 选择出来就可以了 这也是我们公共课的学习方法 但是我们15课 除了选择题之外 还多了案例分析题 什么是案例分析题啊 我们高中的时候 学过语文阅读题吧 给你一段话的描述 再抛出几个问题 案例分析题跟这个意思差不多 我们总共有五个大的案例 总共是五个案例 那么前面三个案例 对吧 前面三个案例 每个案例是20分 后面两个案例 每个案例30分 我们算出来是几分 算出来是120分 咱们基点实物的总分是多少 160分 案例题占到4分之3 占的比重非常大 所以我们要重视 案例分析题 平时我们在学习的时候 要去归纳总结 多写关键词 那有些人说 马老师 我想知道所在 省份的合格分数线是多少 我考多少分 才能通过考试 注意 我们意见考试的合格分数线 跟爱见考试不一样 我们爱见考试 每个省份是自主滑现的 有的省份分数高 有的省份分数低 但是我们意见考试 为了追求公平公正的原则 它的合格分数线 都是总分的60% 那么建策工程经济的60% 也就是60分 60分才能通过考试 那么我们建策工程 项目顺目管理总分的60% 也就是78分 剩下的这个 积电工程管理事务 总分是160 考取60% 也就是96分才能通过考试 这个地方要注意了 我们意见考试的合格分数线 是总分的60% 好了 这个是我们考试提前 那么我们怎么样才能 考取建策师的证书 才能拿到证书 注意我们意见考试 它的成绩实现的是滚动管理 所谓的滚动管理 需要在连续两个年度内 通过意见的四门课程 在这种情况下 就可以取得证书 我们这个地方有两种情况 A这种情况 2017年考试通过了两门 那么在2018年考试的时候 通过剩下的两门 那么这个时候的话 我们就可以取得证书 那么B这种情况呢 我们2017年考试通过了一门 2018年报考的时候 报考了三门吧 那么这个时候呢 考试只通过了两门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2018年能不能取得证书 是不可以的 那么我们在2019年呢 必须重新考试 除了2018年通过课程以外的 另外的两门 你如果说在2019年 通过另外的两门课 这个时候就可以取得证书 我们这个地方要注意啊 建造师的成绩 实现的是滚动管理 好了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考试用书版本的修炼情况 我们在2015年之前 一级建造师考试用书 每三年修炼一次 2015年为第四版的考试用书 这个是2015年之前 2016年之后 一级建造师考试用书 每年均进行修炼 那么也就是说我们2015年之前 教材每三年均进行一次大改 2016年之后 对吧 2016年之后 教材每年均进行修改 所以我们参加 2022年的这个考生 我们需要看的是 2022年的教材 教材不要搞错了 好了 那么我们这个建造师考试啊 我们今天实误考试总共有三种提醒 单选题 多选题 以及案例分析题 先来看单选题 那单选题呢 总共是20题 每题一分 那么它有什么判断的规则啊 总共有四个选项 四选一 只有一个 最符合题 注意把这个最字圈起来 我们举个例子啊 这个是我们去年的一个题目 问你 下来设备安装时 不能采用橡胶减震定的是 哪一种设备 我们有ABCD四个选项嘛 那考试的时候 有可能其中某两个选项一直差不多 这个时候我们要去选择一个 最合理的 这个是我们单选题的判断的规则 好 我们来看多下选择题 总共有十题吧 那么它有什么判断的规则啊 每个题目是两分 我们有两到四个符合题 多选或者错选不得分 少选 所选对的一个选项得0.5分 好 我们举个例子啊 这是我们去年的26题 下列建筑安装检验批的应收项目中 属于主控项目的是哪几种 好了 那么考得的是我们 建筑安装检验批的应收项目吧 这个题目呢 这个题目呢 是否总共有五个选项 总共有五个选项 那么它的正确选项 应该是 ABD 你如果说 考试的时候 你如果选了AB 你如果选了AB 这个时候是否少选了一个D 我们每选对一个选项 得0.5分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得1分 那你如果说选了 ABC 我们选了ABC 这个时候是不是有个错误的选项C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拿多少分 我们只能拿0分 对吧 只能拿0分 那你如果说选了ABC 我们多选了一个选项D 这个时候的话 我们可以拿多少分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也是拿0分 那么所以 那么对于选题来说 我们在考试的时候 一定要硬确误览 只选会的保一分 一般来说我们选两个就可以了 确保拿一分 我们来看第三种题型 案例分析题 我们这个考试的时候 有五个大的案例吧 前面三个案例 每个案例20分 后面两个案例 每个案例30分 案例题加起来 案例题加起来是120分 咱们既定食物的总分是160吧 案例题占到四分之三 占的比重比较大吧 所以从我们全种上来 可以看出案例题的重要性 我们有句俗话叫做 食食物者为俊杰 得食物者得尽导师 食物考试里面 我们一般来说通过食物考试 就可以通过 就可以拿到证书 食物考试里面 案例分析题最重要 那么案例分析题有什么 有什么组成 那么案例分析题 它是由 避典资料 一般来说 第一段话的描述就是避典资料 根据避典资料 引出一个个相关的事件 最后是提出问题 所以案例题它是由 避典资料相关事件 所提问题这三部分组成 首先我们要分析工程背景 那么背景中告诉你的是 工业机电还是建筑机电 工业机电阀门管道 跟我们建筑机电阀门管道 实验的内容是不一样的吧 实验的内容是不一样的 首先你要去分析工程背景 那么其次呢 根据背景 引出一个个相关事件 在引出事件的时候 多次以施工项目发生的案例为依托 告诉你 在技术操作及项目管理方面 出现违背规范规程 标准的实际事例 编制成一个个事件 在这里要注意 所有的事件均为相对独立 每个事件都是跟其他事件 没有关系 好了 那么我们把这句话圈起来 好了 那么这个地方呢 我在上面说课的时候 有学问我 他说马老师 在计算我们索赔工期费用的时候 比如说问你 比如说问你 事件爱索赔多少工期 多少费用 这种情况下 我们需不需要考虑事件一 是不需要的 那么除非 那么我们什么情况下 可以考虑事件一 除非他问你 结合事件一 事件爱 我们可以索赔 多少工期 多少费用 这个时候才需要考虑事件一 我们这个地方要注意 所有事件是相对独立的 我们在计算 我们在计算 工期跟费用的时候 需要特别注意 不要搞错了 那最后呢 根据发生的事件 提出需要考虑的问题 所以这就是我们 案例题的组成 那么案例题有什么考虑形式 它的考虑形式有很多种 比如说 我们的程序题 感受题 补充题 简单题 分析题 计算题 凸显题等等 接下来我们分别来介绍一下 那第一种就是程序题 咱们老许应该知道 咱们继练食物里面 是吧 程序的题目 程序是不是很多 记不住 好 那么比如说问你 三连供给组就位后 实验前前还有哪些安装步骤 那首先三连供给组是什么 是属于机械设备 是属于机械设备 那考试的时候问你说 确准哪些步骤 或者说施工工序 考察的就是程序的题目 考察的就是我们 机械设备安装的程序 这是第一种题前程序题 然后第二种题前 改错题 那实际上我们一进考试 改错题也是比较多的 比如说问你 工业管道 试下之前的检查中 发现了哪几个问题 因如何承改 或者问你 指出惯例清根作业中 不符合安全规范之处 并检收证据的作法 我们这个地方的惯例指的是什么 指的是 储惯 指的是储惯 或者说球形惯 主要是储罐 或者球形惯 我们在储罐 或者球形惯 里面工作的时候 会怎么样 里面的氧气含量 是不是比较少 会发生窒息的危险 所以的话 我们要采取相关的安全措施 那有些人知道 马老师 对于改错题来说 我找不出错怎么办 其实对于改错题很简单 我们可以去 超背景 我们可以超背景 背景中认为是正确的 对吧 我们可以超背景 背景中认为是正确的 我们就说是错误的 根据背景 反着来写 至少可以拿一半的分数 要不要超 要超写 所以它的答底技巧 我们在回答问题的时候 一定要超提干 我们可以判断 大多数都是不正确的 我们要分开来写 根据背景反着来写 这个是答底技巧 好了 那么第三种提前就是 补充题 比如说问你 这种服务机技术资料中 还必须提供哪几个文件复印件 或者问你 发电机装置 穿装采用的方法 还有哪些 根据背景 补充完整 那么第四种提前就是 简单题 比如说问你 工业房门安装之前 应检查哪些内容 它是跟背景不相关的 这个简单题可以说是 困扰广大考生的一个难题 因为考试的时候记不住 记住了写不出来 所以 我们在考试的时候 它跟背景是不相关的 我们可以直接回答 在回答的时候 需要找准关键词 平时我们在学习的时候 要注意写关键词 那么考试难度最大的就是 分析题 比如说问你 根据背景资料 分析可能引起 压作机这么大的原因 应由哪个单位承担责任 那么对于我们的分析题目来说 首先你要去分析背景 究竟考察什么支点 我们这个地方的压缩机 指的是什么 指的是机械设备吧 指的是机械设备 考察的就是 影响设备安装进度的 八个因素 我们可以从八个因素去分析 实际上像这种题目 难度还是比较大的 因为考试的时候 容易分析不全 所以平时我们一定要多去做题目 只有你题目做的越多 考试的时候越没问题 所以它的打理技巧就是 需要结合背景去分析 在分析的时候 需要分层次的写 注意多写是不扣分的 那么我们还有计算题 实际上我们机械设备考试 说白了就是个文科的考试 真正涉及计算题的地方不多 主要有三个地方 第一个是我们的合同管理 考察 索赔工期跟费用 比如说问你 事件中因索赔的工期跟费用 分别是多少 索赔多少工期 多少费用吧 那么第二个就是我们 进度管理 赢得知法的计算 第三个就是成本管理 比如说问你 分别计算两套方案所需要的费用 分别比较 项目部决定采用哪种方案 主要有这三个地方 考察计算题 所以我们必须要掌握 好 那么再来看我们最后种题型 图表现的题目 那么一般来说是考察横道图 网络图 只不过我们这个一键考试从18年开始 二键考试从19年开始 先增加了一种提琴 什么提琴 十套题 什么是十套题 根据我们这两年的考试情况来看 就是给你一个图形进行找错的题目 这个对于在施工现场的设计来说是有好处的 国家这几年 就是想让这一部设计 就是想让这部设计 通过考试 那有学生说 马老师 我不是干工程的 图形题我看不懂 我就是想考个证书 挂个证 你也不用担心 我们后面再讲 说案例突破班的时候 会专门针对十套题进行讲解 相信经过相关的学习 你就不用怕十套题 对于十套题的答理技巧 我们可以结合工程需要学会简单的试图 那么一般来说 考试难度不会太大 我们只需要学会简单的试图就可以了 碰到图形题不要慌 一般来说 图形中 数字跟文字都有可能是答理的图不苦 一般来说 我们数字跟文字都可以理解为是错的 你把它写上去 至少可以拿一半的分数 要不要去写 一定要去写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相关的题型 对于我们网络图来说 有两种考法 第一种考法 给你一个图形 问你观念线路是哪一条 计算等功期 我们这个地方有个图 我问大家这个图形 关键线路是哪一条 总功期是多少天 为了算总功期 首先你要找出关键线路 关键线路是哪一条 关键线路就是 有箭头指向的 功期最大线路 哪一条 应该是 134678 好了 找出关键线路就好办了 加起来就总功期 我们算一下 总功期多少天 60加75加25加20 算出来是180天 180天 对吧 那另外的话 它还可以结合我们的合同管理 管理 比如说问你 调试工作延误了三天 对吧 调试的工作延误三天 或者说 定期设法上当工作延误了十天 问你 对总功期分别有没有影响 这是立动考法 给你一个图形 问你关键线路是哪一条 计算总功期 我们还有第二种考法 咱们16年考过这么一个题目 这里面呢 每一项工作 它的仅仅工作 以及时间都已经告诉你的 逻辑关系已经明确 问你 根据表计算总功期需要多少天 定期安装之后 及调试之后 是否影响总功期 并分别说明理由 那么为了算总功期 首先你要干嘛 找出关键线路 那么关键线路怎么找 我们后面在 坚强强化班课程的时候 会进行讲解 这里面我们就了解个大概就行了 好的 那这个是我们的这个网络图 我们来看这个横导图 我们这个15年考过这么一个题目 好 问你说 电缆排管施工工期引误 请问是否影响总功期 好 问你是否影响总功期 首先你要干嘛 找出关键线路 计算总功期吧 那么关键线路是哪一条 那有学生说 马老师 这里面呢 每一项工作 它的紧情工作都已经告诉你的 逻辑关系已经明确了 我们可以根据逻辑关系 转化网络图 找出关键线路 计算总功期 这也是一种方法 只不过 像这个题目 你如果常用这种方法 太浪费时间了 容易错 我们有更好的方法 我们这里面 横导图里面 这个线是什么线 横导线 横导图里面的这个线是 横导线 注意啊 我们横导图里面 横导线 相连工作组成的线路 就是关键线路 那么我们这个图中啊 那么横导线 相连的这个线路是哪一条 应该是 一 三 五 八 十 那有学生说 马老师 我们这里面的立项工作 施工准备跟立三项工作 电脑排馆施工 以及立五项工作 基础安装 他们的横导线 是相连的 这个我是可以看到的 对吧 那为什么说 我们第五项基础安装 第八项调试 第十项试验型 那这些工作 横导线是相连的 我们可以看它的时间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第五项基础安装 完成时间是 五月二十九号吧 第八项调试 开始时间是 五月三十号 好了 一个是五月二十九号完工 一个是五月三十号开工吧 所以这两项工作是连续的 我们再来看这个调试的 开始完成时间是 六月十八号 那么第十项试验型的时间 开始时间是六月十九号 一个是六月十八号结束 一个是六月十九号开始 所以它们的横道线是相连的吧 好 那么所以的话 我们这个地方啊 一三五八十 就是关键线路 找出关键线路就好办了 好 那么电脑排馆施工 是在关键线路上吧 说明它的 总时差等于零 我们后面会学到啊 关键线路上的 这个总时差等于零 所以 那工期延误 对我们这个总工期 肯定是有影响的 是否很简单 所以 我们在考试的时候 碰到网络图 横道图 不用害怕 在掌握各种方法 技巧之后 是可以得满分的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十套题长什么样 我们16年考过这么一个题目 实际上就是一个十套题 只不过我们这个16年考试的时候 没有把十套题列入考试大纲 我们简单的看一下 那这个是这个 楼板这个是防火墙 这个是风管对吧 风管穿过防火墙辐射 那么上面设置了一个防火阀 那么防火阀 距离防火墙是250毫米 那风管的尺寸呢 告诉你是800500毫米 它跟水管共有一个资料价 我们从图中可以看到这么多信息 好 问你 指出风管安装列面事与图中的 风管及配件安装 不符合规范之处 写出正确的规范要求 看图找错 考得非常灵活 你看我们这个指点 在16年考试之前 它可以怎么考你 给你一段话的描述 对吧 背景中给你一段话 问你啊 风管穿过防火墙辐射 有什么错之处 必选出正确的做法 好 那么结果人家16年呢 给你这么一个图形 看图找错 考得非常灵活 好 那么具体的指点呢 我们在后面 进展强化课程的时候 会进行讲解 这里面我们就看个大概 那这比如说 我们18年考察了一个 水泵的四套题 考察了水泵的四套题 我们水泵跟生活是相关的吧 我们家里面的水啊 通过水泵可以把一楼的水 送到三楼去 所以的话 如果要考试超题 一般来说考察的就是 生活的常识 一般来说考察比较简单 问题说 水泵运行时会产生哪些不良后果 汇出何个部分的 管工部分系图 18年考试的时候啊 很多学员说 水泵的礼部要设置减灯垫 设置减灯垫肯定没有问题 只不过它是不是我们解题的关键啊 注意 对于十套题来说 我们一定要根据背景去分析 你如果不是根据背景 写的再多都是零分 我们一起来看背景啊 在水泵施工质量验收时 经理人员指出 进水管接头和压力表接管 安装存在质量问题 要求施工人员反攻 反攻后质量验收合格 人家是不是已经告诉你啊 进水管接头压力表接管 这两个地方出现了问题啊 我们从这两个地方找问题就可以了 这就是十套题 首先你要根据背景去分析 好了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个图形 那这个是我们的建筑行业的资格九重厅 所谓的九重厅 就是越往下越基础 考试难度越低 越往上考试难度越高 我们可以发现 咱们的公路水泵检测师 爱基建设师处在最下面 说明他的考试难度是最低的 我们很多学员在考爱建的时候 就跟做梦一样 有的时候还会吹一下 书没怎么看 到最后听了一些课就考过了 实际上我告诉你 你如果真的是本专业的考生 或者说有非常多的施工经验 在有些省份 即使你不看书 裸考也能考过 因为他的分数低的下能 比如说我们爱建基电 我们在有些省份 合格分数线是40分 我们爱建基电的总分是100 你只需要考取40分就可以 要求比较低 因为这个爱基建设师难度比较低吧 我们从爱基建设师开始 一步一步往上走 我们在考取爱基建设师之后 可以去考取爱基造假工程师 爱基经理工程师 或者说我们不考取爱基经理工程师 直接去考取一级经理工程师 这个当然是可以的 那这两个有相通的地方 或者说我们不考取一级经理工程师 直接去考取一级建设师 或者说注册造假工程师 实际上我们这个一级造假工程师 说句实在话 他的考试难度 要比我们一级经理工程师 某些专业的难度要大一点 当然了 他的难度没法跟市政工程相比 比某些专业的难度要大一点 一级经理工程师 他的难度在于专业熟课 涉及的专业比较多 绝对的难相对的广 比如说我们总共有十个学员 我们比如说有十个学员 如果有九个学员认为考察第一点 有一个学员认为考察第二点 结果考试的时候就考察第二点 这就是我们一级经理工程师 他的难度在于专业熟课 而我们的一级造假工程师 他的难度在于案例分析题 总共有六个案例 每一年都非常固定 问题在于他的计算量非常大 你如果说平时没有经过专门的训练 没有去做大量的题目 考试的时候照样做不出来 时间不够用 大家可以看到 第九重天是 作者研究工程师 一级经理工程师 他们是处在金字塔的顶庄 当然了 这个考试难度太大 大家可以发现 我们的一级经理工程师 是在中间 这个好 我们既不是在最上面 也不是在最下面 你如果说处在最上面的话 高处不胜寒 上也上不去 只能往下掉 你如果说处在最下面的话 又看不到希望 是吧 所以我们在中间的话 可上可下 你看人生在这一刻 实际上是比较美好的 是吧 因为我们一级经理工程师 处在中间 这就说明了 他的考试难度也是居中 考试难度居中 这就告诉我们 我们这个时候 还不需要去拼天赋 我们这个每个学员 通过努力 是可以考取证书的 所以努力是一个 基本的反向